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删着他的大小权 我觉得这个张博洋讲的 比那个什么什么天花板强多了 有没有人发起挑战 哇塞 说这么词是吗 没有人挑战吗 因为没有人向张博洋发起挑战 自然尽体 甚至都开始有人传了 说我是腾讯太子 大家真的别乱传 父王会不开心的 他红 他红他能有多红 他再红他能有我的眼红呀 然后给我那个本上面第一句话就是 大家也是刚当上太监 刚当上太监 我刚当上的不是蛋黄吗 两个点可以确定一个线 两个线可以组成一个面 我一听点 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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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腾订动静 她现在看起来 0 双地址 不 双地址 Bast 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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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 《海天好友托口秀》 欢迎大家的朋友们 找呀 找呀 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感谢《脱口秀》的范搭子 海天好友和他的朋友们 独家冠名播出 国民白酒 真正纯良 陪你共度快乐时光 感谢快乐酿造家 老村长酒 联合赞助播出 每位曲奇 去多多 有豆就是好曲奇 感谢超超超好吃的 去多多曲奇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由内到外都强大 感谢陪伴宝宝 带敢成长的 皇家美素佳儿 赞助播出 现在还有四位 大校圈的朋友 这四位将会开始车轮战 四位当中只有一位能够晋级 除非有人超过了185 马上开启车轮战 掌声欢迎贾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第一个车轮战的演员 我是蒋浩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演出 但其实我们也挺重视的 如果你们了解的话 可能知道今天演员们都是有专门的化妆组的老师 化了妆再来的 对吧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全场只有我的妆 是一早自己化的 已经快化了 已经快化了 我是几个月前去学了化妆 报班学了化妆 第一堂课就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个老师过来内眼线给我一画 我眼睛大了一圈 我老师我真的开了眼了 能到自己画才知道内眼线有多难 对吧 你往上脸就歪了 往下脸就瞎了 右眼还好 就正常化 左眼你们怎么画的 我左眼都是每次对着镜子 反复找角度 我觉得自己好像八六版的孙悟空啊 化不好都会恨自己 烦死了 我感觉所有男生听完这一段 什么是内眼线 所有女生在想 你也要画内眼线 我一个女生朋友更直接 山猪也吃得了戏咖 要画 我学化妆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之前在巡演自己的专场 我原计划是美战请个化妆师给我画完再上台 能够给到观众更多的尊重 后来了解完发现这样尊重好贵啊 我为了省钱 我就自己报班学了化妆 学完才发现自己画也很贵 我第一次按朋友的推荐去买粉底液的时候 导姑告诉我那瓶粉底液六百七 六百七 六百七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六百七可以上交大了 我为了美就没有上交大 我现在已经买了四瓶粉底液 三管口红 两个化妆包塞得满满的 我完全忘了我学习化妆是为了省钱 我是不是走得太远 忘了为什么出发 最吓人我看着两个化妆包 我居然在想 我是不是该买个梳妆台啊 美妆太贵了 但美妆界太温暖了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专场前 我在直播自己化妆 我很紧张 我手又生 我画个眉毛啊 真的跟那些爱豆出事 在微博辟谣 越描越黑 我满以为大家会笑我 没有所有弹幕都在说 哇浩哥 第一次这样很棒了 你纯性很好看 好温暖了 那天我第一次说出那五个字 谢谢姐妹们 而且你们有过那种感受吗 姐妹们 就是你化了一个很好的妆 你晚上回家 不经意间一照镜子 哇 好香啊 而且那个妆刚好晕了一点点 越叶越美丽 这个时候哪怕是同事给我发个Excel 我也会说 我们视频聊吧 我说你干啥呢 我说我听歌呢 大张伟的 我怎么这么好看 红帅问我 你是塞红啥牌子啊 我说是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真正纯粮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粮黄金种植袋 喝老村长酒 不上头 但上妆啊 就是这个样子 都有共鸣对吧 但也会有尴尬 我有一次跟一个女生约会吃饭 她素颜来的 我全妆去的 但后面我们聊美妆聊得很好 最后姑娘对我评价很高 说讲好这个人吧 一句话就评价就是 性缩力拉满 还有一次在饭局上 当着一群朋友的面 见着一个男生 被他女朋友发现 身上有口红印 他说是我亲的 最尴尬是有一次我专场 我晚上演出嘛 我就花了一个快速的碗巴妆 碗巴妆是什么意思 然后去厕所补妆的时候 被一个男演员撞见了 他就盯着我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羞耻 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男宁 我很羞耻 我赶紧就把口红叼嘴里 假装在抽电子烟 后来那个哥们回去喘 说假号躲在厕所吃口红 我当时很怂 我不敢反驳 但随着我现在化妆越来越熟了 我敢呛回去了 现在再有男演员过来阴阳 喝假号 你化的什么妆呀 老子化的你最喜欢的男人妆 甚至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 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一个新来的女生朋友 好没有边界感 冲着我 你怎么不叫那个大王 过来陪我们喝酒啊 我很喜欢那个矮个子湖什么的专场 你送一张票呗 你这张怎么化得死白死白掉 我心里想 你冒犯我干嘛呀 你刚刚冒犯我那两个朋友 我能忍 以前我就怂了 但那天我觉得凭什么凭什么 大家都是戴妆的姐妹 我轻飘飘四个字就过去了 你卡粉了 兄弟们学习化妆吧 试以尝尽之以 我真的见了过一个 在我心目中很不修蝙蝠的哥们 非要给我推荐他用的素颜霜的 我心里想你挺剑语啊 你还给我推荐素颜霜 你知不知道我的话全装 你见过忽兰给巴菲特推荐股票吗 你在第一层 我在第五层 水乳防晒隔离粉底液五层 我后来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一个女生朋友 她听完说恭喜你假号 你终于掌握了最基础的底妆了 你准备好挑战 接下来的彩妆了吗 我听完啊原来我还可以更美 我会继续学的好吧 毕竟没有丑男人只有懒男人 如果成轮战被淘汰了 我就马上加入化妆组啊 谢谢大家五九号 谢谢谢谢谢谢 可以了 已经最好最好了 我觉得就这样 真的 主持人贵爱已经非常厉害了 透过妆戴前后 美妆的奖号 来大家拿出手中的按键器 准备锁票 锁票到几尺 开始 好 我们先不公布贾浩的票数 等我们四组演员演完了之后 我们会集中公布票数 贾浩美妆的心得 现在打算下一步学彩妆了 其实在摸索 在看一些视频 在悄悄学 不靠这个 没有的 就是喜欢自个儿妹妹的 这种感觉 没有 没有 就确实是当时演专场 就是请化妆师有点贵 就承担不起 自个儿学会了 自己能化自己的妆吧 对 好厉害啊 你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 就是通过有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有一个其他男生 很难讲的内容领域 多好 真的特别棒 很吸引人 我觉得男生女生 都会被这一段表演吸引到 张老师 邓丰先生您今天装特别棒 您今天装特别棒 您今天装特别棒 从哪个角度你看有几层 麻生皮 麻生皮 大伙手觉得你现在开始进入到了撒谎悲论 没有没有没有 大老师犹豫了好久才拍 你犹豫了好久才拍 你老盯着我跟我爸说 你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假号这一段 我特别怕你讲成 就是我以一个男性 来进入一个女性的世界 我来试试化妆什么样子 那我会特别抗拒 但是你讲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明白 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你在男生视角 来讽刺我们女性 能够看到的很多 我会觉得 我之前所有的紧张没有了 这是让我最舒服的一种状态 就是本来化妆 就是没有性别的 我只要说这个事情很羞耻 我感觉后面还挺想说这个事情的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你追剧 你会发现那个时光就很慢 然后每次出门都会迟到 鲁玉其实她最真实的 她是完整地讲了一个男生 从刚开始有羞耻感 到现在很自驾 并且很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我身为一个女性 我没有认为 她把这个事本身性别化 是的 她这点特别好我觉得 否则的话 如果前提不成立的话 你后面所有的梗是不成立的 好 她就很聪明 这很聪明我觉得 我想问问 你给你自己化妆 觉得享受吗 我最开始会觉得好难啊 但真的弹幕 就是美妆界好温暖啊 大家都会鼓励你的 你明明那个眼线都已经歪到这边了 他们说这是个新的画法 就是 你去的是黎园吧 听不去 我当时知道有的女主持人 她说我干这行啊 就是化妆 她说到了化妆间 有人给我这么画画画 然后吹头发 她说我就为了这件事 就可以干这个职业 就是她觉得很享受 但是我在你身上发现 男人其实也可以享受化妆 可以的 是吗 可以的 是这样的 贾浩 因为你是车轮战的第一位 按照我们的规则 现在不会开分 我们是在两个人表演完之后才开分 所以贾浩 等候去稍作等待 谢谢 谢谢 谢谢贾浩 他这点很难说的 非常的 真的好 贾浩 他就很松弛 而且对那个舞台的掌控上也在 这个写法上也是有很大的突破 浩哥这场表现得挺好的 男生化妆 这个角度还挺新的 浩哥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再翻出来一个新的角度 还挺厉害的 贾浩他的视角就会很新奇 他的羞耻很细节 真实地有体会到 就是那种被凝视之后的那种羞耻感 四位老师都给我拍了灯 比我以前参加所有比赛的 灯的总和都要多 好 车轮战的下一位选手 掌声欢迎 豆豆 好 大家好 我是豆豆 好 大家好 我是豆豆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其实最近这两年 我有给自己放一个架 我回家的第一天 我爱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呀 不搞了 他们不要你了 不是 不是 我就是调整一下 当年我们老板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确实这两年我在很努力地过自己的生活 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快四年的时间了 我发现女生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比如说她最近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 我不知道在座的男生朋友们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命题 就是她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段亲密关系里让彼此变得更好 You know We're going to get better together 但朋友们 我扪心自问 不太可能 因为我在追你的时候 我已经展现了我百分之百的魅力了 我甚至有点超常发挥了 你再让我继续进步 不太可能 她说我有一个好办法 我们都去提升自己 我们都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一起去健身 健身总不可能越见越差 我觉得有道理 我们就去报了一节情侣健身的私教课 朋友们 如果你们要问我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一定不要尝试 情侣健身 相信我 那个冲击感太强了 当我和我的女朋友 以及那个健身教练 我们三个人在那个非常私密的私教间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女性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谁是人类更高质量的男性 健身是要穿素身衣的 你们知道吗 那个教练穿素身衣 就像保鲜膜包在身上 他还穿着漫威主体 蜘蛛侠 那只蜘蛛在他的胸口 肥瘦得像一只锁子蟹一样 我跟那只锁子蟹四目相对 而且 你们身边肯定有那种 肌肉练得特别发达的朋友 对吧 就是他在做很多很细微的动作的时候 他的胸肌都会有一点点 微浮的震颤 我就感觉那只锁子蟹在向我挑衅 我也穿了素身衣 我也穿了 我去迪姆努买的最小号 XXS 我穿素身衣 就像一只刚洗完澡的泰迪犬 我女朋友看我这个眼神 我觉得她那句话都快说出来了 你行不行啊 戏狗 我就没有买她的课 死鸡肉 然后我女朋友又说 她说 那既然我们不去健身没有关系 我们都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先让自己放松下来 我们一起去跳舞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舞蹈 她学的名舞 我学的拉丁舞 别问我就是学了 你们没有上过自己不感兴趣的兴趣班吗 我们就去报了一节那种猛音速成班 就是你花45分钟学 后面有15分钟拍视频 发到猛音上 朋友们 我没有抱着任何的期待去参加这一节课 我只想增加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我去了以后我发现 这个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太快乐了 有一个老师 他会来到舞蹈教室里面 他会先发表一段演讲 他是一个男生 他的名字叫做Bruno 他是那种男生 就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他 与此同时 没有男生会讨厌他的那种男生 这种男生无敌的 他真的 他发表那段演讲的时候 太有感染力了 OK 姐妹们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世界上最好看的舞蹈 每个人都给我slay起来 好吗 今天的视频 你考回去 发到朋友圈 炸掉 没有男人会不喜欢你 他们不来找你 你来找我 我去找他 每个人都是女王 好吧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王子 我们一起给他鼓掌 好不好 我就在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的前提下 先收获了一轮掌声 不得不说 我的信心已经起来了 我们就开始学那支舞蹈 那支舞蹈的名字叫做神魂颠倒 不开玩笑 我真的有点被Bruno迷的神魂颠倒 就是我看他跳舞 我在看我女朋友学他做动作 我脑子里蹦出来几个字 你行不行啊 我们就学 学完了那支舞蹈45分钟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视频拍摄的阶段 朋友们对我来说 不大不小也算一个考验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但这个时候 Bruno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他会帮大家喊一些节拍 在一些point上给大家一些信心 来听音乐 5 6 7 8 肩 胯 臀 手 左右 左 打三下 回头 转身 特别自信 哎 哎 哎 很好 看前面 最后四拍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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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到了 不得不说 我在他的鼓励声当中 我迷失了自己 我还在那喘呢 我们就学完了那个舞蹈 也拍完了那个视频 我以为今天这堂课就结束了 没有 在这堂课的最后 他把我们所有人围成一个圈 发表了那天最后一段演讲 我真的没想到 今天每一个姐妹完成的都这么完美 尤其是那个王子 你好A哦 我说我要买你的课 我每个礼拜都要来见你一次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他这种表演 特别好 谢谢 谢谢逗逗的表演 拿出头表记 来 锁票倒计时 好嘞 逗逗力量也很忙 你看给自己安排多少课呀 对 女朋友对你要求这么高啊 希望你转 希望你跳舞 就是我们一起商量的 说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那这件事情你喜欢吗 我其实还挺喜欢的 因为他会给我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就是如果我原来完全没有机会 去体验这件事情的话 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是这么去运行的 但是女朋友他就会 推着我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还挺感谢他 他好心 有好好的男朋友 但是鲁玉 你为什么没拍啊 逗逗是一直 他是个完全强表演型的 一个选手 因为我觉得脱口秀的文本 他们都是有竹字的 那个稿子的 然后在台上的表演 其实像逗逗这样 强表演性 他也是有他事先的 特别精准的 他的设计 跟他的演练 他的排练 所以干了很多 那个舞蹈的动作 一定是他就事先 很精准地排演 还有他特别强的 那种身体表现力 才能够做到的 但今天欠缺的就是 那个梗 让我最后顶上去的 那一下子少了一点 中间有几次 我想拍 但是好像在顶的那瞬间 没有特别够 对 我觉得这个好神奇啊 我跟你感觉是一样的 我拍灯 我刚刚就因为表演呈现的 唯妙唯笑 但是表演秀 不等于脱口秀 我也得承认 好像没有顶到那么好笑 但是我觉得 真是唯妙唯笑 那我就拍 这就是一念之间 对 就是这个 一个差别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脱口秀 也不分 也不分类别 有的是强调表演的 有的人是现场 就是分为诈场的 对 然后有的人是强文本的 有的人是强逻辑的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都可以 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 我觉得逗逗表演特别好 对 真的是 成人差别才能百花齐放 是的 了不起 是的 真的 是的 顶起来 谢谢 感谢各位老师 感谢 其实逗逗做了好多 那个播客节目 特别好听 我听了你做的 哦 老师你也听了是吗 我听了你全部的 哦 感谢 感谢 所以这个不拍灯 是真诚的 真诚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 这远不是他的上限 哎 你看 对你寄予厚望啊 谢谢 谢谢 孙老师 与拍灯无拍灯其实无关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相 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是否发挥出来 来 甲浩 一步抬前 甲都很棒啊 两个都非常棒 然后但是如果没有大于等于185 分数分数较低的那位朋友要离开现场 分数较高的那位朋友在等候区等候下一位 好 来各位 让我们来看一下甲浩和逗逗两个人的分数情况 请看 甲浩 我觉得我对自己很满意 打得赢他 不要这么紧张 但我会喜欢甲浩多一点 一百七十八 豆豆的分数结果 那今天呢其实这段我演了很久很长时间 然后我也非常有信心 好想超过一百二五吧 加油啊 豆豆 我毕竟抱不了一百四十八 后面紫阳到一百八 紧张了 搞好查分了 一百七十啊 哦 一百七十二 六票之差 我觉得有点太低了 所以豆豆要离开这个舞台 甲浩继续在等待去 豆豆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 其实坦白讲 我每一年来节目的时候 心态都会不太一样 今年来节目呢 其实我会觉得久违了 然后想要跟大家好好见个面 毕竟非常感谢喜剧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来相聚 然后把这么多人 拢在一起 我心里是很开心 很感激的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 在这个排次的时候 我就知道可能会进入到车轮站 然后我也替换了一篇 我原来已经准备好的稿件 我就希望可以 如果它是我最后一段演出 我想要把 我觉得近两年以来 我最想给大家讲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那我觉得今天 能够有这么多人 来听到我的这个表白 其实已经是非常开心的 一件事情了 对 谢谢 豆豆 来 豆豆 抱歉 要离开这个舞台 谢谢 谢谢你们 拜拜 走了 抱歉 抱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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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 豆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加油 每年 每年 豆豆豆 比赛他就是这样 就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去预测它 然后他如果没有特别到你心里 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了 只能说 C'est la vie 特别可惜 我觉得豆豆不应该这样子 他值更多的票数 所以说就是 我不想评价分数的高低 因为无论和高和低 都只是我们的一个 重新触发的一个起点 但是他留下来的精彩的表演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心里 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 有点屁股疼 贾浩继续在等待区 参加车轮战的下一组选手 掌声欢迎 演艺演乐 这两年你们在忙些什么 今年我们跟几个女演员一起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三号姐妹女性专场 所谓的女性专场是指演员都是女性 超好 这是我人生中演的最好的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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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跟她们一起演 感觉从女性同胞身上学到了很多 对 而且那个氛围真的太好了 然后我们几个在一起就发现 会专门来买女性专场的票的观众 都会是那种非常包容 她的思想非常开放 然后也非常的愿意去跨越边界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跟几个女脱口秀演员 一起开了一个播客 叫做《小妇人》 这个播客其实是开放给所有女脱口秀演员 就是我们觉得汇聚女性力量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去做 把衣服的这种感觉都 啊 段子都吐出来了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就收获了非常多新的体验和新的技能 对 参赛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 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热爱的领域 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想要创作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抑制住这种习惯和热情 这是我和颜悦为了避免吵架使用的玩偶 反正你的梗不行 你还不行 你都不行 你也没错 走了 这叫什么名字 这叫颜姨颜悦 不过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 第一期我们的稿子就是新名字的故事 所以他们在我们表演结束以后 他们都会获得他们的新名字 但现在还不能讲 掌声欢迎 颜姨 颜悦 吃起腰了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其实是请完以后才知道 我们这个组一八五五以上才能直接进 这也太高了吧 这是哪个一七九的人想出来的标准吗 我们俩虽然是双胞胎 但是我在出生之前 我的身体就比她更弱 双胞胎本来是通过脐带一起吸妈妈的营养 但医生就发现啊 她还吸我的 她把我吸的营养又吸走了 也就是说 我是在通过一根吸管吸营养 而我就是她的吸管 演乐打娘胎里就开始喝茶盐一色了 我们不仅身体弱 我们俩从小也被要求文静 感觉文静这个词伴随了一个女孩的一生呢 你们想 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 名字可能就得文静 因为你们听那些动静很大的 被寄予厚望的名字 广志 志胜 大张伟 一听就不是你女朋友 全都是要出去征服世界的男人 而静静 乐乐 宜 月 一听就是女孩子 因为全都是emoji 我们的名字就是emoji 演诣 演乐 乍一听很有意境 其实就是 嘿嘿嘿嘿 所以我就想啊 为什么有些男生的名字 就有些名字 大家一听就知道它是男生的名字 你们想 这些男生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有动词 张飞 刘备 曹操都是动词 而女孩子的名字很少有动词 我们听过唯一一个有动词的女孩名 就是 招地 然后我们这种文静的人进入职场以后 根本不敢大声发言 因为我的声音又小又细 如果我跟领导说 我 我可以做这个大项目 感觉这个项目已经变小了 而别的同事的声音 一个比一个大声权威低音泡 每次他们发言 我都感觉我在峨眉山上 满山都是妈咯 还是渣男气泡音妈咯 而且我这种人就会被人抢功劳 因为我们碰到过一个声音超级大的同事 他的声音有多大呢 感觉他说话 占地方 感觉他的嘴去坐地铁都会岔开腿坐 有一次我就在开会的时候 小小声说了一个梗 结果他把我的梗大声重复了一遍 领导就夸他的梗好 而且从那以后 他老是把我的梗大声重复一遍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那是被抢功劳了 感觉我只是连上了一个蓝牙音响 而且我们加班也不敢跟老板抱怨 我抱怨他也不会让我不加班 他只会让我去买些舒服的工具 让加班更持久 我跟老板说 我天天坐着加班加得都腰痛了 老板说 那你站着就 你去买那种自动升降桌呀 那个你买多方便啊 我直播间就有卖呀 我说我得自己买呀 好嘛 得自己配好安啊 人家花木兰都是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奸 他不可能是东市买骏马 骏马买安奸呐 而且我说我要累死了 你说你买个自动升降桌 你根本就不是在帮我 你只是在优化我被累死的场景 我说我的腰不行了 你说你买个人体工学椅 你这种好心人回清朝 会给老虎蛋加护腰 你看到那个思考者雕塑 你会说 你想人类命运想得这么痛苦啊 那你站起来想啊 而且我觉得 自动升降桌这种东西 普通人买了也没法用啊 那种桌子 只有老板好意思用啊 那总不能一群同事都窝在小桌子上打字 我突然升起来了 谁站起来了 劳动人民站起来了 好在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太搞领导那一套 所以确实没有什么跌位啊 但是啊想跌的人可以趁虚而跌 这是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节目组里写稿 然后我们写着写着 有一个大哥突然把我们俩拉到一边 他说你们这些方向都要改 这些东西没有人想听 我心想 这不愧是领导 讲话 没有人想听 他就打压了我们三个月 搞得我们很没有自信 最后终于熬到了要交稿给领导的那一天 我们发现他也来交稿了 而且我们的稿子过了 他的没过 我才意识到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领导 他就只是一个多岁的男人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给女孩取名字啊 取夸温柔懂事的名字 其实没有夸到点上 就你现在夸我温柔懂事 感觉在骂我 我们这代女孩 最好的品质 应该是难搞啊 要是有人说我不懂事 自私自利 好难搞 我会说 你都把我夸害羞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下一代女孩取名字 就应该取那种 能夸到点上的名字 刘强势 王克伯 再加上一些动词 完颜得罪 上官下头 再寄予一些厚望 姐姐言一意孤行 妹妹言越老越嚣张 谢谢大家 感觉很站不住了 喝不住了她 谢谢 谢谢颜业业乐 但我感觉他俩很紧的 稍微有点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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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呢 就是非常好 就是文涛就是文涛舞略 滔滔不绝 让文涛老师少说两句 你光看我的名字 你没看我的姓是比豆鹅还冤呢 然后鲁玉 鲁玉老师 让我自己解释一下 山东河南 山东河南 这个名字是我外婆起的 我的妈妈的籍贯是山东 她特意把妈妈的籍贯 放到前边 然后我爸爸也很好 特意把她的籍贯 放到后边 我现在觉得 这在70年 还是一个挺好的 挺前卫的一个事情吧 是的 真不错 是的 与其 我是误会的 真的 我是那个 我原名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动词 我原名叫爽 是我给写过歌啊 然后是因为 是因为要做娱乐圈了 所以改了语气 对 张爽 挺好的 我真的发现名字 会对人起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会的 对人有心理暗示 是的 你从小管一个孩子叫英雄啊 他老觉得自己要成为英雄 自尊心很强 您那名赵刚才是最厉害的 我刚啊 刚 赵刚 别 别这样 这样让我也承受不起 太棒了 大老师 怎么评价 我能说一丢丢小意见吗 就是说 看上去 我会看你们演出不太放松 因为你们俩搞的那个感觉 那个层层地进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有很多特别美丽的点 是在于它特别随性 我觉得能感觉在跟我聊天 我会觉得更愿意 那个看得更投入 是这样的 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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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多聊天 但其实这就是不同的风格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脱口秀说都是很多 即便像聊天 它很多是有竹子搞的其实 那他们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自己那个赛道里面 有时候风格就是这样 风格双刃剑 风格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障碍 但就是还是在自己赛道里面走 我觉得比较好 谢谢 因为前面看到那么多 大家都卯足了劲来 所以这个时候扛到这会儿挺难的 表现非常非常好 谢谢 其实越到后面 选手的压力越大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车轮战 假号 有请再回到台中 假号刚才是178 我们来看一下 颜颜月获得的票数 假号表演非常精彩 非常稳 有一点点挑战 还是还是假号 179 也很难猜 我们来看一下 炎颜颜月 这有点选 炎颜月162 假号继续回到等待区 假号很扛打呀 假号真扛打呀 扛打 你想象的少一点 其实不是他俩的最佳状态 哎呦 炎颜月 二位 有什么跟大家分享 今天确实没演好啊 应该的 我觉得你演得很好 好 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二位带来的精彩表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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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呀 这个小孩都哭了 但是就算很难受 就是没有延号 就 小话一想就好了 没关系 我之后再哭一下 可能他们这个话题有一点沉 大家刚刚进入话题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炎颜月 先锋很犀利地表达 先锋的东西总是要有 少部分的人先去尝试 大校区 最后一位选手 胜我了 加油 整个比赛的感受 其实强度挺大的 很紧张 因为给我的顺序是最后 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那就只能我只能抽空站 有没有人要抢麦何广志 抢麦哈哈草 抢麦孟川 但站了也就可能也不会被选上了 已经车轮站了 没有说我要怎么怎么样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一开始在我心里 我觉得王继烨的胜算最大 他的那个状态和那个温温都很硬 会是一匹黑马 我觉得继烨能走到很后面 大校区 最后一位选手 掌声欢迎 季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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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前角 很期待 大家好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应该很陌生 我叫王继业 继承的继 家大业大的业 确实有动词 动静很大的词 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 我虽然叫王继业 你们绝想不到我爸 叫王家光 继业佳光 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 英文名就叫Homo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 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 我的学历很差 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 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 上个月在清华演出 我也是想瞎了心了 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 鸦雀无声啊 前面两个学生嘀咕声 他说的是智商吗 他说的是 确实200多分 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 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200多分 虽然分低 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 也算劳动所得 而且我本质上 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 都会 会的不多吧就是 我班主任还夸呢 说季夜 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 废物啊 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 说一考生 高考考了七百一 全家沸腾了 说实话 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 我们沸点不一样 分不高 都是七十点 我的高考成绩 确实挺让我羞耻的 可以跟你们说一下 裸考分数是 两百九十九分 是一个非常吉利的 智术 是的 我也知道智术 这个分数 让我羞耻的原因 是这个分数 就不光少 听起来还那么 鲜少 很像直播间里的 商品价格 总分七百五 家人们都把我 砍下来了呀 大家做的 不都是全国卷 怎么就我是 优惠卷 这个成绩 和别人说 尤其这种学霸 他们很难理解我 我说我高考 二九九 他们第一反应 都是纪业 你说的是 哪两门啊 哪两门 整六门啊 我没必要挑两门 跟你说吧 所以这个分数 真的让我羞耻 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 我都说两百多 也不能见了人 就说二九九 二九九 一个人不能差 还差得这么具体 我很后悔 我说当时 如果多考一分 就好了 多一分就三百 别人一问我就 三百多 我不指望这一段 现场有人能 共勤我呀 从你们眼里 也能看出来 在你们眼里 两百多 三百多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要说有区别 那也是傻子 和大傻子的区别呀 咱们国家 能不能出一个政策 让那些 靠两百零一 三百零一的朋友 把他们一分呢 捐赠给我 他们要这一分 要干嘛 上不了 清华北大 你给我这一分 能让我不那么尴尬 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说实话 之前我都没意识到 还是有个观众 演完之后 散场之后 找到我 义正言辞地 跟我说 记忆 那是loser's 很尴尬 我爸怎么回复他 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 我要是知道 复数的用法 没准就上三百了 当时那个学校 就还挺差的 在这种学校上学 你是很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们班 是个艺术班 大成绩都不是很高 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 朋友们 当时我们班成立成绩 最好的就是 我的同桌 马栋梁 每次模拟考 都能考350分以上 简直是数学奇才 一出手就是80 他是我们班 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 翻过去做大题的人 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 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 小画罗根 小画罗根 我们班还有语文 85分的小鲁迅 英语90分的小艾米纳姆 就只要标准足够低 人人都是小天才 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 但确实我们的老师 也好不到哪去 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 我觉得可以叫 共创了 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 会有那种规定 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 一块考 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 就这么说 他们考不过马栋梁 当时我们的高考宣言 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 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 宁可血流成河 也要放手一搏 听起来就热血 我们的高考宣言是 希望能上一个学 太丧了 感觉是我们这些人 对未来前途的乞讨 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 我们山西省内 最顶尖的一个三本 那个学校特别好 特别好 三百多分就能上 诚心上的话 两百多也可以 我现在那个学校 我还真的挺好的 现在不会让我 特别的自卑了 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 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 那个学校是我见过 最狂妄的三本 我们招生简单上有一句话 说我们学校 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 首选大学 一个三本 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一二三一五的电话 是多少来着 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 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 王继彦 是除了王家尔之外的 首选爱道 说实话 不光不自卑 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 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 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 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 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 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 但你要考200多 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 哎呦 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 你们不相信 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 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 眼花缭乱呀 能去广西学经济 能去云南学贸易 能去内蒙古搞水利 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 到最遥远的地区 搞最尖端的科技 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 但我没有出戏呀 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 搞喜剧我还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 他不看学历 是吧 他们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 Comedy Bruns 学霸学渣 Together 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 这儿我可加S了 好 现在五十二九九的记忆 这个天下演员气质好强好强 他每一句话他都能接 看得出来 对 肯定做过主持 他先下绝对是王大不都 谢谢季夜很不容易 前面十四个人都表演完了 然后看着别人演 来 各位 锁票 倒计时 好 季夜也是 在对于这个脱秀舞台也是新人 新人哪 什么不像 特别不像 我跟他表演很成熟 在线下讲了多久了 一两年 那你真的是天赋异禀 那肯定 他这个节奏掌握得特别好 就把我们带入一种跟着节奏而发笑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是一段我觉得特别炸的一段表演 这段你在线下演过很多次吗 一年 一年多 季夜先生这个讲得挺好的 感觉这个上学就是说别人有数学好 有语文好 你心态好 是吧 对 而且再加上他这个面想特客气 一般说来了 但是他一直都跟你这样 说感觉不是客气 你只要上两天班你就会这样 我的穿搭配色都是企业微信配色 可以 企业微信配色 季夜我就提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能够再形成一个更鲜明的 只属于你自己的 包括某种语言的风格 包括某种表达的方式 包括某种我不知道是人格还是人设 再更鲜明一点 我觉得会更加如虎添翼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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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有希望 请贾浩回到渡暗区 再提醒大家一下 贾浩刚才的票数是178票 我们来看一下季夜的票数 季夜的分也低不了 可以 低不了 也超不过我的高考分数了 季夜在我心目中今年最强新人 段子是非常硬的 季夜今天演的很好 甲后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甲后会赢 上要的上170 你应该是170 上170 我可以投下哈 好 还差三分 三分啊 今夜175票 非常棒了已经 非常棒 我们先恭喜贾浩 恭喜贾浩 进入到下一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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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浩 有什么跟大家分享 哦 因为我刚刚很紧张 我一直没有在表达 就是其实演员们也会有紧张 但我们就是用自己 比较有限的才华 力图给大家推出一场 全力以赴的搞笑的盛会法 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包容 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开心一点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谢谢 好的 恭喜贾浩 进入到下一轮 可以 首次进入第二轮 哎 哎 不容易 不容易 我有点想哭 有点感动 今天是第一次竞技 我以往的比赛 都是第一轮被淘汰的 有点脑子里在浑闪 以前的一些片段和剪影 谢谢大家 我只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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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自己一点点再进步 希望再过来 能变得更好笑一些吧 从上一届比赛被淘汰以后 我一直在用球棋上 得其中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最近一两年都非常认真 在写端子 在演自己的专场 我现在说你别发现了 在做线下的巡演 我感觉舞台不会辜负 每个人的路 我现在非常期待 下一个赛段的比赛 基烨 有什么和大家分享 来 请 对 挺好 挺好 就今儿分再高啊 他也高不过我的高考分数了 说实话 299的天花板确实是 对 我其实就是没什么可遗憾的 确实是在状态上会有一些 我觉得新人还是有点紧张 会有点紧张 但我觉得无所谓了 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然后 既然都要走了 既然要走了 我能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吗 就是 说 来 说来听听 这个确实是 这个秘密是我昨天才知道的 就是全场也没有人听出来 朋友们299它不是个正数啊 他是个核数 他是个核数 谢谢大家 能让大家开心就很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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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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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一些过高的预期吧 但确实我该使的劲都使了 紧张确实紧张 那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客服不了 对 他那个位置太靠后了 车轮站很累的 然后他很想上去用那种劲去带动 就是他的劲用大了 他真的尽力了 感觉他其实今天情绪顶得挺饱满 季夜目前在我心目中 他还是和哈哈曹 是今年最强的两位新人 季夜我觉得今天已经演得挺好的了 这一趟的是已经很不错了 以后还能更不错 299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就只要标准足够低 人人都是小天才 截止到目前为止 大校圈所有的比赛都结束了 大校圈一共有14名选手 最后晋级的有9名 我们来看一下 大校圈的结束之后 最后晋级的名单 哈桃第一名 可以啊 帅气啊 大左手第三 帅气啊 帅气啊 大左手真是黑马有点 可以啊 第一名哈哈曹 所以哈哈曹 你拥有了一个特权 就是在半决赛之前 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阶段跳段 我觉得以他的提点他不跳段 阿曹 护兰大国手徐志胜 贾浩 何广志 布京云 孟娟 张柏阳 再次恭喜9位 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 哈哈两声好笑圈 我来说一下规则 在好笑圈 一共有25位演员 有13个晋级名额 他们依次上台 进行脱口秀的表演 表演结束后 进入抢卖环节 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挑战 进行一为一的PK 谁得票多 谁就晋级 只剩一个席位的时候 还没表演的演员 开启车轮战 争夺最后几个名额 并且这13个名额 是一个确定数字的名额 所以在这一轮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透秀演员 彼此之间的对阵 那可不吧 要求还是 捧根到这儿 我闭嘴 我们下面要出场的 来自好笑区的这位朋友 会给大家惊喜 因为他的出现 会在面孔上 大家说 哇 确实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欢迎 脱口秀演员 他的名字叫 H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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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iri 大家好 我是Hurry 我是英国人 但是因为我这个副次 有时候很难 能跟人解释 我为什么是个英国人 我只好跟他们说 我爸妈当年在英国 找够了社保 才落了户 所以我现在算是一个 新英国人 确实好多人不相信我是英国人 所以我听到过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是哪儿的人 我在哪儿被认得最多 就我在英国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事让我很烦 就是因为我这个肤色 每次有人来参观学校的时候 他们都只找我 握手合照 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 我对他们说 欢迎来到我们的学校 他们心里想 欢迎来到我的国家 有一次一个英国王子来参观 我根本就不想握他的手 我还故意藏在后边 可是还是被他跳中了 他指我的字 还有一点热不罗帝国的余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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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然后我就假装没看见 他就开始说话了 You Yes, you the boy the boy with the special face 第一次有人用这种词 形容我的肤色 还是高端人厉害啊 能用一个这么简单的词 带来这么多歧视 最后我还是给他握手了 因为我知道 他特别需要我 那我就给他个face 第一次有人相信我是英国人 就是在中国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学说完 我是英国人 他立马 拉我到一个诡异的地方 他说 这叫English Corner 那是第一次我听说这个词 我以为是一个老相会啊 然后他在那大喊了 这个人是英国的 所有人开始把我围起来 然后排队 他们根本不关我说什么 每个人都在 How are you? 一直问这一个问题 回答有点太容易是不是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I'm fine too 然后我在那被困了一个晚上 我才知道English Corner 是什么意思 就是拿一个English Person 给他堵在一个Corner 当时特别像一个 选换剧的场景 剧的名字叫 重生之我 在英语找当老外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长相 当英语老师 也不太吃香 我当时上班的学校 规定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都得假装来自欧美国家 而且如果孩子和家长发现 我们会说中文 我们会被发钱 可我们这样遇到问题 因为这帮孩子 会用中文骂我们 我们在那还在傻笑啊 然后开学的时候 我们三个老师 每次需要介绍自己 让家长选择我们 然后第一个 来自印度的同事 是 Hello My name is Angit I'm from Canada 我今晚想问 Negada 然后第二个 一米九 黄头发蓝眼睛 来自俄罗斯的 Hello My name is Yuri I'm from Russia Sorry Sorry From Scotland 家长打断他 不用看了 这么帅 就他吧 校长说等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老师来自英国 家长一看我 他 英国的 哪儿也不像英国的 除了他头发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可是没办法 人家是客户 我就能咬着牙介绍自己 我说 Hi I'm Harry I'm from London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eaching your son today 为什么 这是他的独语啊 为什么 他是外国人说这个 有什么问题吧 我是开胆 他是个外国人 他们才相信我是英国人 然后那个家长就愣了两秒 问了校长 他的英语是跟谁学的 我们想上那位老师的课 我听完我特别生气 我实在忍不了 我说嘿 英雄不问出处 他跟校长说 他的语文老师我们也要 我现在发现所有外交都开始转行了 他们都开始当老外网红 我的网红朋友跟我说 Harry 你当不了网红 我问他们为什么呀 我中文还行啊 他说不 你中文不行 你没有老外墙 你没有老外墙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 你不会大惊小怪 不管你见到什么平常的东西 你都得激动 比如吃火锅 我爱火锅 没死脱口秀 还是中国人长得好 没死脱口秀 还是中国人长得好 讲的那讲一个地道 太秀迟了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我确实当不了老外文红了 我只能吐槽和揭露他们的套路 因为如果我做不了 那大家都别想做 谢谢大家 我是只能掌握火秀的Harry H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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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 这个不怪没人的 这个太棒了 这行 真是不错 现场的朋友 来 锁票倒计时 好的 投票现在已经关闭了 与其是第一个摁的 对 你的嗨点在哪里 就是有够特别 没有没有 我就是觉得就是 就是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对吧 对对 稍微的就是意思意思 但一开始其实就是意思意思 后来发现它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挺棒挺棒挺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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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这家的 Harry 你说中文透秀有多久了 三年了 现在三年了 对 你学中文多久了 我没有真的学过中文 我就是文盲 我不太认字 好窃窃啊 你刚才讲到了我童年的经历 可能在座的我不知道 我大概是唯一去过你说的那个 English corner的那个人 但当时我们没有老外 所以被堵在那个墙角的人是我 如果是你的话 我就把你堵在那个墙角 刚才Harry讲的特别好 他里面其实讲了很多 关于有种族的 有肤色的 有文化之间的那种差异 和下面你要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面面俱到 真的 你的那个梗啊 对你的那个梗像你的胳膊肌肉一样硬啊 Harry你现在是把脱口秀当职业吗 对 我是做好多工作其实 可是都是跟脱口秀有关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 我还是会翻译中文脱口秀放在外网 哦 太棒了 中文多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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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 那个很多脱口秀演员去国外演出的工作 他也帮着负担 对 对 对 然后以后会更多的演员会去国外 所以现在他们对我特别客气 都每次是Harry大哥 Harry大哥 就是 就是互相发活的 他给你哈好多文化沟通和交流 他懂他的肯定是 我现在只问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好笑圈的人想要挑战 或者Harry 你看看这个Conor 然后你想挑谁 来 各位 所有想要抢麦的朋友发提 抢麦挑战 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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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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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头了 哎呦 你太帅了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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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瑞他确实是很好 然后很强 但是当时有一定觉得觉得我站起来挺帅的 那我就帅一把了 好也不好我都没想 我最应该不会挑战的人就是王德范 所以最后他站起来也没往也无所谓 来各位 来 让我们欢迎 德范 大家好 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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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德范 今天分享一下我的焦虑 焦虑啊 焦虑就是 我是89年的 我今年已经35岁了 你下不起吧 我年龄儿大了 年龄儿大了 真的 觉得自己大就是一瞬间 前两天我出去打篮球 打野球 运动 挺好的 打野打野小哥们跑过来 哥 你多大呀 我一想要打篮球 一问我年龄 说明我打得不错 我还挺开心的 我说甭提了 哥们今年已经35了 我一说完啊 他跑去跟他朋友说 哎 咱们今天动作都稍微小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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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有老人 真的朋友们 老人我从来没想到 我能活到这么一天 老弱病残孕 我是头一个 我一头蓝 他们手一背说 来 您头 真的 我都跟杜甫都共情了 听过那首诗吗 南村群同 其我老无力 阴阳怪气 第四密 那一瞬间 我突然意识到 我已经35岁了 我已经到了一个 可以野老卖岛的年纪了 真的 我想好一个办法 就是我这样回复他 我说小哥们 那你多大呀 那无论他回复他多大 我直接来一句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随便扣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能打死你 典型的有点 以老卖老了 戳出来让他害怕 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跑过去 我说小哥们呢 你多大 我态度特别好 他说哥 我06的 06的朋友们 2006出生 那真的太小了 对吗 就那一瞬间 我都不知道他几岁啊 我站在那儿 我都开始做心算了 我说 稍等一下 我开始过脑子了 24 减06是18 我是89的 我18的时候 那是07 比他出生还晚一年 那我都开始胡言乱语 我那一掌声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18岁 舒服选真好 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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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说完他懵了 我跟他一下说 这话什么意思呀 语言失去沟通的效果 从他面部掉 已经看得出来 CP又给他烧没了 那我那一站 总反正 跑过去跟他朋友说 你怎么上那边打去 真的 对付阴阳怪气啊 胡言乱语 确实有用啊 确实有用 35岁还有什么比较难受呢 就是 想想细节啊 就前两天我女朋友亲口跟我说 她说你最近注意一点 你现在有点 中年油腻了 还真的有吗朋友们 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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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男生是接受不了自己中年油腻的对吧 接受不了 我反驳 我说不可能 我天天打篮球 永远是少年 他说你自己都注意不到啊 你讲脱口秀的时候 讲着讲着 你嘴角都开始起白沫了 有时候你这话说的越多 你这白沫起的越多 观众都听不下去 开始看了 说哎呦 这哥们他是打俩唇丁吗 他说 旁边还解释呢 啊唇丁啊 我以为他中毒了呢 特别过分啊 尤其脱口秀演员 特别过分 一点不尊重我 会吃火锅 我说你好服务员 帮我打点磨 他们说 先生是先打锅里 还是先打嘴里的 白沫能理解话说多了 中年油腻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从小到大 我感觉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从小接受反馈全都是人指我鼻子 说哎你像个小孩啊 你长不大啊 没有责任感 哎呦你太不成熟了 突然有一天 呦中年油腻 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 中间连个分界点都没有 哪片变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人生道路前面走着 其实挺自卑的你知道吧 男生就怎么办呀 像个小孩 长不大 我还没有责任感 突然一睡觉 嘿 白沫 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瞬间就变了 有点恶心 有点恶心 下回改一下 下回改一下 但是中年人真的 我觉得年龄大学会低调 对吧 学会低调 年少轻狂 年龄大是不能再狂了 我年轻的时候挺狂的 挺狂的 以前这节目也参加过 如果大家看的够仔细的话 对对对 那会儿太狂了 上节目真人秀 往那一坐太狂了 导演组提问我从来不回答 我就把他的问题重复一遍 加上自己的笑声就行了 往那一坐 他说你觉得周期末是天花板吗 我说周期末是天花板 他说你觉得忽兰敢挑战你吗 我说忽兰想挑战我 行啊 这是好笑选 不是大挑战的 这是好笑选 不是大挑战的 他说那录完节目吃盒饭吗 我说吃 非常低调 非常低调 现在低调多了 真的我真的觉得 什么年龄干什么样的事 对吧 35了就得成熟一点 对啊 你看孔荣让离 他只能是7岁 你让他35岁让离 那离那哥们他也疑惑了 说什么意思 我吃大 你吃小的 减肥 诶 解堂 司马光砸钢也是 35岁能砸钢吗 司马光都惊了 往那边说 哥们 什么意思 35岁怎么还掉钢里了 他那朋友也不好意思 让他救 我说没事 他好神经 我就是有一会儿 他说回来 35岁有好的一面有好的一面 真的会变得越来越自信的 对不对 不然为什么敢占他呢 对不对 太帅了 我觉得男人就是这样 你年龄越大就变得越自信 具自信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帅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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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女生一看 说哥哥帅 不是那种 我是那种气质上 越来越这种中年 油腻的不羁的帅 大家能懂那种不羁的帅吗 男生能懂啊 放荡不羁 什么事儿 我无所谓 真的 我讲笑话 你们不笑 我无所谓 我在外面吃面 我态度特别好 我说服务员您好 有筷子吗 他说没有 我说 我无所谓 服务员都惊了 说 他好帅啊 真的真的 对吧 男的就是这样 你越无所谓越那种不羁的帅 我还是 我觉得不羁挺好的品格 我无所谓 无所谓 我做打公交 打公交 我无所谓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我打了一滴滴 我打了一滴滴 师傅说是0833吗 我说你不管 你不管 你看你的 无所谓 我用 vision 他都惊了 很疑惑地看着我 看半天说 你是打俩纯丁吗 我现在先讲道 123 123 124 124 谢谢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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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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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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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哎呦 超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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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 厉害 恭喜了啊 今天表现的确实有点尴尬 应该他们实际水平 要比这个要好 这得罚同学第三次来了 真棒 我怎么觉得我今年一年 都在录初唱节目呀 得罚同学变化之大 以至于张雨琪完全没有 认出来 主要是真的 我真的没想到 你就到中年了 你知道吗 就太快了 35岁了已经 不是 谁规定35岁就是中年了 真的 联合国不是规定 说40多还是50多 是中青年吗 对 对 而且得罚 他都40多了 对 我仰天呛笑 我特别好奇 今天那个场子 是你演过最炸的一个场子吗 我觉得是 是的 是的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刚才自己 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嗨 我特别嗨 我演得特别舒服 对 到了一种表演的状态 那是在台上最大的享受 可遇不可求的 是的 是的 而且今天几人出来出来的帅 帅 帅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来吧 Harry 请到台中央 我们现在呢 从好笑圈开始 两位的成绩是同时亮出来 分数高 晋级 分数低 离开舞台 来 看一下两位 你们分别得到的票数 这两位贼狗 发哥和贼狗 发哥应该不一百九 很难选 很难选 突然感觉只有他能打 Harry 不低的 Harry 至少一百七十 再 세个九到五 dw 好 谢谢 欢迎你这个 谢谢 加油 不错 不错 花哥这些年的一日 就像你说的 后几锅发出来了 得发 185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185 哈尔瑞非常好的成绩 175 好成绩 你也很厉害 很好看 很好看 好看 好看 我们先要恭喜得发顺利晋级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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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厉害 初维赛是我的一个开关 我这个开关从来没开启过 今天开关我点开了 我说那 我知道怎么写了写稿 那大脑里的东西 你又把它转换成文字 抬上一讲 你觉得今天演的好吗 我觉得今天演的好吗 我个人认为 有很多人说别人油腻 然后但是油腻的 所谓被说的那个人 他也许并不知道怎么不油腻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挺好的 能化解这件事 油腻终于冲了 我觉得现在在提供我们的组合 属实是有点门不当 户不对 阿瑞有什么话跟大家说 没什么 挺好 比赛就是这样 就无所谓 挺好 就是以后就希望 更多的线下演出 大家多关注一下 多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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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瑞想离开这个舞台 阿瑞想离开这个舞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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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阿瑞这种比赛都不会难过的 因为他演的舒服 他这种是很好的 很好 我们比赛的美 唱一节点 唱一节点 比赛就是残酷嘛 可能有赢的 可能有输的 就没办法 我的表演的部分 我比较满意 然后 王子发就是比我好 今天就是比我好 就没问题 一个外国人 然后用中文他的外语 做如此流畅的表达 他涉及了很多 非常难以涉及的领域 他很高级 哈瑞讲的其实挺好的 打破了一些禁忌 还有整个现场的表现力 我觉得得票都还挺高的 他走还是就是有点遗憾的 我们下面呢 又是一位 给大家很多期许值的选手 要上场了 谁呀 会有惊喜 掌声欢迎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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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慧 我有困扰 我不笑的时候 有人说我凶 还说我强势 我说长得凶就强势吗 你要举一个真的觉得我强势的例子 他说他得想想 我说那你好好想想 今晚八点之前发给我 其实我也不是天生就这样 小学参加联欢舞会 我去问化妆老师 可以给我画吗 老师说还不行 让我再等等 结果我妈知道之后 就说我 你要这么说 老师给我画吧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直接发出命令 别人就会执行 还能这样子 我学到了 妈妈打开电视吧 这件事情对我的性格 你想很大 找她之后发现这个性格 实在很难找男朋友 我就去找了一个 专业相亲网站的红娘 她说套餐价格 一般是八千到一万 让我付一万八 一万八 我的问题这么大吗 他们的经验是 不要提前看照片 直接当面聊 比较容易成 所以会给我安排六个 男人盲盒 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倒要看看 什么样的男人 三千一个 她还交代我一个暗号 中途她会进来 我们见面的这个房间 问我杯子里要不要加水 不加就是不想聊 加就是想聊 没有想到 香格清把我给渴坏了 记得我跟第一个忙合 刚刚面对面坐下来 我就有点不想聊 因为她有点丑 但我什么都没说呢 她就对我皱眉了 就你 自我介绍一下吧 哎呦 开到了和我一样强势的同款 我说还是先介绍一下 你做什么工作的 行业有什么前途 你为什么还没结婚 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了吗 这个时候红娘敲门了 她刚刚把头探进来 我说不用加水 把水给我倒了 我觉得红娘跟她 有个不一样的暗号 因为她 这个时候 她就开始在那边系鞋带 她的皮鞋都没有鞋带 我现在我都花了钱啊 怎么安排这种 看不上我的人来啊 这种不是免费 平常就可以见到很多的吗 而且我都有一点点好奇了啊 那她是花了多少钱 见到我的呀 我觉得是红娘的工作 没有做好 但我家里人 像我爸就觉得 是我太冲了 把男人都吓跑了 她说你讲话温柔一点 加点语气助辞 那我怎么说 不喜欢你的工作 哦 怎么不考虑换条赛道呢 我爸说 你不要再阴阳怪气了 我不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 提出要求 发出命令 就叫有决策力 有领导力 而我做同样的事情 就叫给人压力 后人说他们 好man啊 怎么没有人说我 好woman啊 好woman啊 我爸看我这个态度 就在我们家人群里 转发了一个视频标题 女人太强势 家庭都不会太幸福 东霖 把我都给看笑了 我觉得女人太强势 都不一定有家庭 但我爸发视频的时候 没有at我 我妈以为在说他 她在群里回复 不喜欢你的家庭哦 我好担心他们吵起来 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家人群 解散了 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 我这样的自己 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不要跟我说什么 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们强势女人 不要命 脑子 讲完了 大家投票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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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投吗 我该终于我的良心 还是终于现场压力 终于我的压力 我跟你说的吧 作为男性 我就觉得有点颓 连伸手的勇技都没有 差点唬住他们 来 各位 倒计时 开始 好 其实我不觉得张慧强势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 它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嘛 然后你身边也有男生这样 有女生这样 都很正常呀 所以说回到张慧 张慧你的这些 投票秀的创作 是源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碰到的事 没错 然后确实有人劝过你说 不要强势 有啊 是不是也是真的 做自己就好 其实但是他站在这 就跟教官一样 然后等待我说 对不起你 我想问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我也没有通过这个节目 要相信的意思 没有 好 没关系 他确实强势 我都根差了已经 不是 你看见他 就感觉你错了 就是这种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刚才没拍 我就能感觉到 一股压力扑面而来 我这个手就颤颤抖抖的 能理解 有的男人是这样子的 对啊 我现在已经拍了 我真能感觉到 你那个气场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对 就要拍灯吗 还是因为笑才拍灯啊 因为怕 你就忠于你自己 你要自己决定啊 我现在命名张慧 是让张雨琪都惧怕得深 真的 所以我压力就很小了 可以可以很厉害很厉害 我得到这样的评价 我根本不在乎你那一票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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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三 来 各位 有没有其他的 来自好笑圈的朋友 要对张慧发起抢麦挑战 张慧 反选 你是出场顺序的几 我最后一个 我选你 为什么不选我们 张慧选择的是江子浩 掌声送给江子浩 江子浩 江子浩 有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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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伴我子浩 又来了我 你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个偷游比赛 每年我都在 有些评委都不在了 我还在 五个冠军有四个都不在了 我还在 其实我也自己也没想到 能把偷游秀干出一种 铁饭碗的感觉 你知道吧 我真的很烦 每年节目都会有弹幕说 这个子浩到底是谁在看 大家知道吗 哪怕NB最差的球队 也是有球迷的 你得理解它的存在 我问过我的粉丝的 就为什么喜欢我 其实我一个粉丝的原话是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种 爆笑的偷游秀啊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种 有文化 有表达 有梗的偷游秀的吗 你说极端一点啊 你说不定就有人喜欢那种 特别尴尬的偷游演员 对吧 人家就那种练尬屁不行吗 而且过去这一年半载啊 真的很多亲戚朋友 包括偷游秀的观众 都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干嘛 还在做偷游秀吗 你看 原来每个行业都这样的 就只有走在最前面的人 才会被看见的 之前不是有个热搜吗 大家看了吗 就是聊了很多 透秀演员那个现状 说谁在拍电影啊 谁在录综艺啊 我一边看一边想 那个子浩的现状呢 没有人关心吗 他前几天在他表格了 婚礼组织上大放异彩 大摇大摆 就没有人大肆报导一下吗 我说 说真的像我这种基层透秀演员 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给什么婚礼主持啊 给领导加点梗啊 我们就在接各种的灵活 这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 大家明白吧 而且有活就不错的了 我们平常的工作就在幕后 就当编剧 给别人写段子啊 贩卖我们的幽默 大家明白吗 但是幽默真的很主观 所以我们经常会受到一种委屈就是 每次我把我精美的段子交上去啊 那个客户回复就一句话 我不知道好笑的点在哪里 回去改改吧 然后我回去啊 看到那些标注的啊 需要删改的部分 我说你这不是知道在哪里吗 精准地删掉我所有好笑的点啊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了这个东西啊 就是买卖 买卖哪有什么叫爸爸当孙子的 搞得这么卑微的吗 我从小的观念呢就是 你想要花钱从我这里得到东西 你起码喊我一声老板吧 你们大家有见过那种广东菜市场的老板吗 他们就是个典范 你们知道吗 他们那个样子就天天在那叼个牙线 你知道吧 碰得不行 你知道吗 我以后卖段子我就得学他们那个样子 就人家问老板段子怎么卖 我就说亮仔 你想怎么买啊 我这里五百一条买三送一 送什么 送鞋印梗了 送什么 什么 你问我的段子新不新鲜 你自己留眼看的吗 又是纳鹰又是汪蜂的 你说新不新鲜啊 你怕我这些东西违规不合法 秋 亮仔 你懂透口线吗你 问这个你就外行了 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这里做了七年了 你看看这个市场 很多蛋口都不做了 我还在这里 你问问这个市场其他人 谁不知道 我浩哥的段子就算不够幽默报效 但也绝对安全可靠 好 亮仔这样啊 我看你是成性要了啊 最低四百五一条 拿走啊 拿走 放心我这批段子超炸了啊 因为都是中湖蓝那里偷的啊 赚大了你 谢谢大家 谢谢 难 这个就是难 有点不好说了 对 来看一下张慧和子浩的分数情况 子浩创到101了 张慧晋级 那我们是桑桃菜的教授 好 我先进去 好 哎呀我是最低少数播过来的 恭喜慧慧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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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组朋友 是一对真兄弟 双胞胎 让我们欢迎杜尔廖 杜尔廖 杜尔廖 大家好 我是另一个双胞胎 我是不留雨 我是不留旭 我们是对六 哎老弟啊 哎我有个想法 你说你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 拆开去说脱口秀 哦 然后我们两个一为一 啊 这样至少能保一个晋级 哈哈哈哈 有道理啊 对吧 那我们 保大还是保小啊 啊 保我们哥 啊 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就比我晚求生一分钟 算什么年轻人啊 我的意思是说呀 我们应该分开发展 不当双胞胎了 不当双胞胎了 对不当双胞胎了 但是我觉得双胞胎挺好的 但是分开发展会更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对我们来试一下吗 未来 你成为了一名演员 嗯 比起拍摄了双子神偷 双子神探 双子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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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电影名也太惨了吧 好好好 未来你成为了最佳男演员 嘿 做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你马上就要 成为天王 原地他房啊 太快了吧 别急 你立刻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赶紧补救一下 占有了公共资源 我很荣幸 很抱歉 照片上这个人其实是我弟弟啊 怎么还 还好有你啊 还好有你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事业根本就离不开我啊 哦 既然事业上离不开你 那爱情 爱情 爱情 李总没有你了吧 未来 你遇到了一个令你心动的女孩 哦 双鱼座的你 爱上了双马尾的她 在双休日 你们双双来到了西双版呢 我现在有点听不了双这个字 去邯郸 韩丹吧 从丹尾齐丹就和丹马尾的姑娘去邯郸 DAM DAM Man 去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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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到了邯郸的公园 哎 天上白云飘飘 水面波高凌凌两岸 郁郁聪聪 别此也不要 像这种AABB巨型的小句子就不要出现 你太敏感了 你看 公园门口有两棵树 树 它们一棵是藻树 另一棵是柳树 它们不是双胞胎 你不要做铺垫了 这个时候姑娘开口说话了 哎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哎 玩游戏是很好增进感情的方式 那我们玩什么呢 斗地主 斗地主 这还少一个人呢 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 哎 前面会投缘投缘 我们接一把啊 你是大哥 我是三弟 大哥不是没有二哥呀 你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呀 还是没拦住你小子呀 不是 为什么会突然结拜也太奇怪了吧 哎呀 有的时候就是会跟喜欢的姑娘 处成哥们嘛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点事件 推进一下 那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需要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突然 草丛里跳出越流氓 来得正好 正好吗哥哥 又是你呀 不是 我们俩长得都一样 别一眼就看出来 我们俩是一伙的了 这个时候姑娘疑惑地看着你们俩 哎 你们俩怎么长得一样啊 混蛋了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啊 这也能圆回来 在弟弟的撮合下 你们在一起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后来 弟弟也消失在了你的生活里 哎 哎 怎么感觉是融入了我的生活呀 啊 终于摆脱了生亡他的身份啊 可是 怎么感觉有点小惆怅啊 不久之后 你决定向心爱的姑娘求婚 哎 没有了弟弟 果然一切正常多了 突然 你接到我领导加班电话 加班电话 但是也很爱情面前 你分身发疏 你左右难顾 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 可以替你去加班 那就好了呀 对呀 你恍然大悟 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说 说出来 哎 我要是个双胞胎就好了 对了 对 还是双胞胎好呀 别哑了呀 好 谢谢大家 来 锁票到计时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 大家有没有发现她们一点 就是她们两个肢体都特别灵活 因为她们二位的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动补的演员 两位都是动补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她们的作品 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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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owow 游戏 跟俄戏 对不对 跟俄俄俄俄俄俄俄一样 大家在入X的时事这俄俄种编影 是由外国片 infant 是B bound 帅了 帅啊 哇 帅啊 好 对 帅帅帅帅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是会功夫吗 我们是文系演员 文系 洞骨里的文系演员 文系演员 但刚才有很多 需要肢体表达的一些东西 对 就是缝的那是 如果不会那些洞的 就结不着火啊 所以只能卷起来了 而且真的是天衣无缝 是吧 两个双胞胎配的天衣无缝 那你们想过用一些 比如说更加肢体一些动作 以前因为我会 通常胞胎杂技演员 他们有很多种 肢体动作表现 会特别有意思 你们想过吗 就更肢体丰富一些的语言 这个是我们 动作最小的段子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希望 两位还攒着更多的东西 能够在下面 有更好的表现 OK OK 刚才呢 就是对六 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现在有没有 好笑区的哪位 或者哪组 想要对对六发起 第一 奖满挑战 谁愿 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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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张军老师 张军老师 张军挺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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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军 张军 张军 大家好 我是张军 你们好 今天咱们讲了很多健身的东西 我有些发现 我朋友很多朋友都健身 但他们健身的目的很奇怪 我能理解的目的就是 你健身 比如说你为了拍电影 或者以前我们练游泳 健身是为了变得更快 然后我现在有些朋友 他每天就是纯健身 就纯健身 你问他 你健身是为啥 他说为了变大 就变大 每天你一个人 往苦打抽身 变大 变大 他要用这个理由 去消解生活中 对他的所有的委屈 你知道吗 老板把我批评了 但是我大 撞到电影杆 但是我大 金柔男 其实算是个弱势群体来的 他们是被歧视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里边 特别看重聪明 如果你四肢过于发达 别人是默认你头脑比较简单 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看起来头脑普通的样子 但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 不一样的是 其他弱势群体 或多或少 都是先天原因造成的 只有肌肉男 没有天生了 只有肌肉男 是靠着自己的后天努力 一步一步被歧视了 很可惜 因为增肌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 他要严格控制饮食 高强度训练 规律作息 他练出一身肌肉 把衣服一拖 别人看得 笨笨的 他们变大 他们就是变大 每天都变大 你今天往里面变大 我一放我手机玩得好好的 变大 变大是什么理由 运动都是有起源的 奥运会最古老的项目 田径 都是为了活命才有的 你扔镖枪是为了打猎 跑步是为了逃跑 老虎气喘吁吁的 跟丢了一个跑步贼快的人 心想今天晚饭又没有着落了 扭头一看 这么有个人才变大 你问他 你为什么不跑 有氧掉肌肉 老虎躺边 笨笨的 这帮人看起来贼好吃 他们要美黑 看着外焦里嫩的 还要抹油 皮肤亮晶晶的 还要在一个炙热的聚光灯 下边转的圈圈百造型 有人吃过烤鸭没有 是一样的 我能理解健身是你的工作 但你不要用这个 去逃避真实生活 我觉得他们在健身房 有多兴奋 回家就有多空虚 他在健身房每天 回家以后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爱我 想要抱一下自己也不行 因为胸肌太大了 有些人健身 还说会为了健康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 我只是受不了 他因为这个理由 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你见过那种人吗 你出去跟他吃饭 点餐之前 他要站起来 先宣布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能吃这些东西 因为我在健身 因为我在健身 这些东西不健康 我不吃不健康的东西 你们吃不健康的东西 所以我会比你们 所有人活得更久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再这么犯贱下去 不一定活得过今天 他就是天天都要吃西兰花 餐餐都要吃西兰花 他以后坟头草长出来 一定是西兰花 这其他坟头都不一样 你去上坟特别好找 他就是执着于要减脂 减脂 明天的减脂 就减脂 他是不是不知道 骨灰的体脂率是零啊 我去给他上坟 发现他牧之名上面改了 生前何必减脂 死后自会归零 就这样 我说这么多健身的东西 我也健身 平常 我也健身 但我也吃宵夜 我也喝酒 不健康的时候我都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健身不是为了健康 我是为了不健康地活久一点 我太喜欢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我要让他可持续发展 我才去健身 很多人和我一样 很多人比我还要极端 我有些朋友 他每周五晚上 就是下班 健身房 洗澡 酒吧 刚刚健身完 就往酒吧冲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健康对冲 老子今天续的命 今天就要花了 今日命 今日闭 好自律啊 原来人的寿命 可以日节了 就是 说实话 很合理 对我来说很合理 因为 作死和惜命 是热爱生活的一体两面 作死是因为 我把今天当作 最后一天来活 惜命是我怕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 我的理想生活 是活到60岁 但60岁之前 每一天都要吃烟喝辣 每一天都要吃烟喝辣 然后60岁那天 突然一下 自然死亡 就在火锅地 我生日的时候 就在火锅地 我生日吃完 我最后一口吓滑 突然就 然后就跟所有的反倒 说拜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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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吴正俊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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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对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得到观众的支持表演 加油啊 加油啊 加油 12 张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好 168 138 138和168 让我们恭喜张俊进入到下一环节 听说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变成终于来了 几位 来了 几位 来了 几位 老同学 加油 两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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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你们了 们 加油 超你们了 我感觉我们发挥的已经很好了 对 这不算低了 可能是观众不是很吃我们的风格 可能我们可能有机会多展示几轮的话 说不定观众就会感觉吃我们这种风格 满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我们下面要出场的来自好笑区的这位朋友 认真的工作 认真的说着脱口秀两头兼顾的一名脱口秀演员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鸭绒 加油 鸭绒 加油 鸭绒 加油 鸭绒 鸭绒 加油 大家好 我是鸭绒 对 确实平时在上班 所以这个点已经有点困了 对 之前有很多演员都问我 就说你怎么还不辞职呀 也太能吃苦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直到有段时间我们都没什么演出了 大家没有收入了 终于轮到我来问了 怎么还不开始找工作呀 也太能吃苦了 但其实脱口秀对我也非常重要 就是没有脱口秀的话 真的我这个班上就非常的谦卑 因为我这个人脾气其实不是特别好 就是以前的话 就是我加班特别多 然后领导对我态度又不好的话 我是会发脾气的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演一场 我挣多少钱 但是那段时间呢 就是他们还是不知道我挣多少钱 但知道我不挣了 但其实我的工作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工作经常出差 会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会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好几年前在非洲待了半年 非洲真的非常有意思 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一到非洲就感受到这个 环境对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我一下飞机 我就看到那个广袤无垠的 非洲大地边上升起了一轮满月 我跟那个月亮之间什么都没有 除了三棵棕榈树 所以你当时看那个画面 脑子不可能出现什么 明月几时有千里共产卷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原始的声音 我当时想我说完了 我说我不会是来非洲做狮子王的吧 然后我一出机场我就更确定了 因为我还在看往哪边走呢 突然就跳过来两个黑人小哥 拿着我的照片 跟我说 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我同事派来接我的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我说这么快就碰到钉板跟蓬蓬了 真的 非洲真的非常好玩 我去那边之后才知道 我们平时捐的一些衣服 有一部分是会运到非洲的 因为我在坦萨尼亚的街头 见到过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 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不是真的外卖小哥 因为他这个蓝色的马甲里面 还穿着一个黄色的短袖 就那个画面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强 然后他看到我是个中国人 他也很激动 他就过来问我 他说这些中文东西什么意思呀 我说这个黄色的不是很好翻译 但这个蓝的呢 Are you hungry? 然后他还问我 他说你们在中国也会这样叠穿吗 我说叠穿是有 但是你这么叠呢 就可能有点忙不过来 我以前还听说就是义乌小商品远销海外 但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概念 直到有一次在那边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一叠笔记本 上面印着TF boys 大家能理解当时那种心情吗 他相遇我儿 我真的太激动了 我就买了一叠送给我所有的当地同事 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周边 他们就看到你把三个人印在纸上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对你非常重要 他们就很激动 问我 Are they your babies? 我当时想了想 我说我是很好解释 但是more than babies 我真的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工作方式 就是工作模式吧 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还能没事写个段子之类的 但我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现在会影响我相亲 前段时间 有一个阿姨她非要给我介绍一个男生 确实各方面都很优秀 名校毕业 从事金融 听起来就是那种社会精英 阿姨很激动 也很辩证 她说你这个人 虽然优点不是很明显 但是运气蛮好的 这么好的条件 被你给剪漏了 剪漏 作为一个成熟的单身女性 我知道相亲是不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情的 道理很简单 大家有在早高峰的地铁站门口见过那种孤零零一辆停着的共享单车吗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这辆车就是专门留给快要迟到的你的 你开都不要去开它 你如果真的忍不住或者不信邪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 你就会回来转发这个段子的 而且如果你真的实在实在忍不住一定要去开它的话呢 我就劝你趁早开 千万不要在开之前先把椅子擦干净了 但是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这个段子它不是在误化男性 我只是误化这一个人而已 而且我知道当时这个男生他心里肯定也这么想我的 因为我们俩家来微信之后都没有聊 他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拒绝我的理由也非常的社会精英 说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做了一些简单的禁调 他说你一个小姑娘在上海上班蛮好的 跑到非洲去干什么啊 还追星 还在非洲追星 你这样真的是又不稳定又不稳重 你这样怎么承担你作为女性在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 照顾孩子和家庭 我说我这个年纪最大的社会责任不是建设祖国和社会吗 然后他说你这个性格以后肯定没有什么心思关心孩子的 我说你这都说的不对了啊 孩子呢我以前关心过三个 谢谢都发展非常好 真的我相亲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就是基本上听到我这个情况什么 在非洲工作啊还追星啊 他们就退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后来呢把这种社会现象总结为直男而退 谢谢大家 他今天这个很优雅 挺好 拿直男而退很棒 很跳而且收的 对很好 来 来 为丫容投票 锁票倒计时 锁票通道关闭 又是张雨琪第一个派 好 而且那个点是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事很简单 因为就是因为后天就也是一圈中好友就是一直特别喜欢就是张洛我的私人事他也要给我安排湘金局我就打算把这事直接讲给那人听 所以我当然就一句 哇 这次这么好的事 现成都套过来的非常好 剪漏啊 剪漏啊 刚才大家看到了鸦容的精彩表现 请问好笑圈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打算发起抢麦挑战 吴鼎 来 掌声欢迎吴鼎 大家好 我是吴鼎 然后我去年刚研究生毕业 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 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呢主要是研究航空母舰 研究了我国全部的航母 也是唯一获得航母建设突出贡献奖的单位 这些项目我都没有参加 但是我特别自信 因为我觉得人你不要老想自己多普通 你多想想咱们集体多成功 我读研我主要就是研究如何把学校的成果跟毫无关系的自己有机结合在一起 我找工作简历就写 我是中国航母研发见证者 但是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 现在其实真的很卷 学历也是挺卷 研究生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就挤破脑袋只能找那种不对口的工作 刚毕业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当了个HR 确实不对口 我当然还安慰自己 我说起码是个大厂 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裁员 他们找我一个是为了更快的裁掉一批 我每天干的都害怕 我就怕我辛辛苦苦把人都裁完以后 告诉我最后一项工作咱们就是自裁 就死去吧你 毕丽业落差真的还挺大的 我刚考上研的时候真的特别兴奋 我身体有点猖狂 我说好不容易考上了 咱们现在是高学历人才 跟普通人已经拉开差距了 结果那会网上开始有人说什么 高学历的年轻人不应该有学历优越感 要放低心态向下兼容 给我看的气坏了 我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考前你咋不早说呢 我这考了两年你跟我说这个 凭什么不能有优越感 人家生物学都研究过了 说咱们人类都是从海洋生物 先进化成陆地生物 再进化成人的 所以说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上岸 你不上岸你都不是人哪 你就是枯海里挣扎的鱼 我才是岸上自由的人 我上岸才知道啊 上岸还得租房子 没人跟我说啊 刚毕业在北京 房租真的压力太大了 只能租那种隔断房 三千块钱 给我隔阳台里了 一共就七平米 一共就七平米 只有三面有墙 剩下那一面全是大落地窗 全是玻璃 就怎么形容呢 哥们儿住展柜里了 就活得很没有尊严啊 你感觉不是我租了那个房子 是房东把我收藏了 就人家那个大落地窗啊 正对着窗 一开始都不给装窗帘 第二 我住进去头一天早晨 我身上烫醒了 真的大早晨 人跟吸血鬼共情了 太阳一出来 我在那儿 给我气的 我说这怎么读全日制硕士 还得住全日制隔断呢 白天公司当社畜 晚上回来当吸血鬼 没有时间做人啊 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扛不住了 我态度特别强硬 我跟房东说 哥能不能装个折光窗帘 真扛不住了 那个房东不想花这个钱 他阴阳怪气 你想要你自己买啊 研究上连个窗帘都买不起 不想住可以走啊 我当时也有点生气了 我跟你讲道理对吧 窗帘是一个房间的基础设施 应该由房东来配备对吧 你不要看我是个读书人 你就欺负我 你要是再这样 我也不要脸了 押金我也不要了 我就拿个大红油漆 在你房子里刷墙 我在那房子里写字 我就写天之骄子 活活烫死 现在毕业已经一年多了 很多朋友都交流过 确实现在发展好不好 我还得看个人 对吧 学历它也不是一个保证书 每个人面对困难 还得自己解决 不是你考上研究一帆风顺 我甚至有时候怀疑啊 就人家有那种聪明的鱼 就不上岸 就在底下猫着 看着我上岸在那手舞足道 当陆地动物 还不是当牛做麻 我在下面多好 想滑水就滑水 想摸鱼就摸鱼 谢谢大家 我是书军 谢谢 谢谢 来看一下二位的现场得分情况 鸭绒163 屋顶136 哇 他已经很高了 祝贺鸭绒 好 好 成功晋级到下一轮 来了 第一次来这边 我觉得鸭绒终于被看见了 终于能够把他正常的水平 给发挥出来了 其实他是一直都如此的优秀 和如此的稳 让我们掌声欢迎 是 7 7 你们好 你们好朋友们 我叫7 我叫7 然后我也有一份工作 就不在什么非洲或者英国了 我在浦东 来敏航属于出差了 我是个软件工程师 就是程序员 我挺喜欢我的工作的 但是我干完这个工作之后 我姥姥一直很担心我的健康 她就是从我学计算今天开始 老太太就坚信 我这辈子呀 注定会走在她的前面 她不是凭空瞎骂碰吗 她是个老太太 但是她拥有她自己的逻辑和道理 她说她身边长寿的老人 就没有一个是程序员 没毛病 你们能理解这 我不服气 我充满自信 你们懂这个逻辑的 我跟我姥姥说了 我跟她读咒发誓 我说老儿 我必须得让你看看 你外孙子能有多长寿 我老儿说 我要是能看见呢 那你指定是不长寿了 我姥姥先生特别喜欢 按摩学位养生的老太太啊 她会带我去走那种 老人最喜欢的 按摩学位的鹅卵石路 我上次回东北 我姥姥带我去走了 我们那最有名的一条鹅卵石路 真的朋友们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壮观一条鹅卵石路 真的是壮观 就是人山人海 已经很难形容那条路了 那就是一条鹅卵石路上 铺满老太太 他们走在那个路上面 对那个鹅卵石 已经称当是爱不释脚了 还在那边走边闹呢 说咱们呢 多养一天生 就能多活一天 多活一天 就得多养一天生了 朋友们 我就是程徐儿 死循环我见多了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一个 生机勃勃的死循环 我觉得老人比我们适合当程徐儿多了 人家为了延长自己的deadline 是真卡罢了呀 但是我在那条路上走的 就没有那些老人走的那么开心和雀跃了 我在那条路上走的就步履攀陕 个的贼疼 还得被旁边老太太笑话 说你这个小伙儿 怎么还没我走的快呢 我说我能有你走的快吗 他还做阴险的笑哈 好喜欢 开玩笑 我老不就是怕我走的快吗 后来事情更严重了 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束了 但是后来我又收到了一份来做我姥姥的礼物 在上海是一幅鹅卵石鞋垫 你们见过那种东西 就那种养生鞋垫 上面有凸起 然后把它塞进你的鞋里之后 你此后走的每一步路 脚底下都有鹅卵石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发明 我看那个鞋垫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发明这个鞋垫的人 他是不是突然就没有理解过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鞋呀 就是你们想到朋友们 鞋是为了帮助我们人类 走在一条崎岖的路上 现在这个鞋垫 在我们的鞋里 铺了一条崎岖的路 但是穿上鞋垫有好处 就是鞋里塞进石子的时候 脚已经不疼了 感觉自己整个人特别充实 内部的崎岖和外界的阻碍 在此刻对齐了颗粒度 我现在跟养生这个事也和解了 也和解了 倒不是因为我想开了 主要是因为我得病了 我确诊了腰间盘突出 是在篮球场上一次 丝滑转身之后 确诊的时候 那个医生跟我说 说这个病啊 身中会陪着你一辈子的病 我也没有想到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我老累询问了一些 身边腰不好的老人 关于腰疼如何缓解 得到答案也非常简单 就是撞树 原理是这样 用树上的突起 撞你腰上的突出 你就好了 我觉得如果这个方式有效的话 那最有效率的方式 不应该是我找另一个突出的人吗 我俩背对背拥抱 而且只要这个世界上 得腰间般突出的人 不是奇数 所有人都都好了 而且我确实觉得 我这个年龄跟其他老人相比 在撞树这件事上 更加具有一些年龄上的优势 毕竟我正值壮年 我现在其实这个腰也不太影响我的工作 说实话朋友们 我发现我这个腰虽然经常容易闪到 但是和我领导点头哈腰的时候 腰从来不闪 我觉得我的腰特别谄媚 我瞧不起我的腰 人就应该挺着腰杆 不像任何东西低头 我认为腰啊 必须得弯在该弯的时候 谢谢大家我是Seven 努力一下 这么说 心事说法 很舒服啊 Seven的投票通道 准备锁票 真不错 他在台上 这些一段感觉特别像自我检讨啊 就挺好玩 但是同时又有一种 特别凄凉的感觉 你今年多大呀 看着你那岁数 你都 要见门图书了 我是 我是那个 1999年 啊 啊 什么呀 25 看着 行是吧 程序员嘛 程序员 看着 程序员 真是 真是 您要是拍 您觉得这个您会拍在哪个点上 我 我会因为人类为什么发明鞋那个来拍 啊 啊 发学了一个特别普通的道理来说了现实世界上大量的荒谬 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 包括你说那种鞋垫 还有很多很荒谬的设计 特别好 我喜欢那个 我这么好呢 必须的好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小的地方那种语言结构 就是外部跟内部在这一刻对齐颗粒度 反正就这种东西就特别打动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拍了 是上班时候写的 来 各位 有谁选择 下一位 一来一位站起来啊 大家 哇 来 三位 你来跳 那个 那个 山河老师吧 山河老师啊 欢迎山河 山河加油 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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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山河 你好吗 山河 真好 真好 开心啊 很开心来到这儿 然后我叫山河 其实废话不多说 我刚一站上来 大家能看出来对吧 女孩嘛 比较胖 对 我就是那种 生下来就胖 我生下来 破我们那个医院的记录了 八斤八两 她7我8 咱俩8 哎呦 我真的太开心了 你知道 第二天所有人都慕名而来 你知道人家来都不用看哪个是我 太好辨认了 一排新生儿往那儿一躺 跟那个手机专卖店似的 这儿一个iPhone8 这儿一个iPhone9 iPad 哎 你们知道 这个事最开心的人是谁 是我奶奶 传说中的梦中情孙嘛 哎呦 逮谁跟谁说 见人就说 当时有人阴阳怪气说 哎 你们家生了个孙女嘛 又不是个孙子 我奶八斤八两 骄傲坏了 哎 人家还重男轻女呢 咱奶就图个重 哎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我小时候走亲戚有个爷爷说 哎呦 长这么大了 还这么胖 不认识爷爷了 小时候爷爷还抱过你呢 没抱起来 其实我讲这些 我不是想讲身材焦虑 我说实话 打心眼里实话 我不焦虑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胖到那种 影响生活 影响健康的程度 但是我妈太焦虑了 我妈现在会把我人生 所有的问题好像都要归结于我胖 我说我这个段子也太难写了 我妈说对啊 那胖人反应就是慢 这样你催婚嘛 口口婆心也跟我说 你看你现在真的什么都好 你现在找不到对象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胖 哎呦 我妈居然觉得 我找不到对象 只有一个原因 你太高看我了 妈妈 我说我 我觉得还是性格原因 对吧 咱自卑敏感 不上镜 我妈说对啊 那胖人不就自卑敏感 不上镜 气死我了 但现在女孩嘛 长大了 有人看见你胖 她不会说你胖 尤其是长辈们 真的很会说话 逢年过节看着你说 呦 这姑娘长大 有福气 有福气 你们都知道了 有福气 我觉得有点抽象 我不知道福气在哪 什么叫福气 我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词 就是能吃是福 吃亏是福 那个傻人 有傻夫 我觉得吃亏是福也不对吧 你想你上了一天班 做一天的方案 被同事抢过去一拍大腿 我可真有福气啊 但长辈不是这么说 长辈说 你看咱们长得就有福气啊 你看咱们这个脸盘也大 是吧 底盘又稳 眼睛中间还有个痣 有个痣 有福气 耳垂也大 这不弥勒佛吗 我就弥勒佛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以后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不吵 我就看着他 你这渣男 回头是岸 没有意义 把我的梗收好 这小刀拒绝了 你看人家管刘亦菲叫什么 那样好看的小姐姐管刘亦菲叫什么 神仙姐姐 人家微博评论区打开什么 神仙姐姐姐姐杀我 以后我火了佛祖姐姐姐保佑我 你别着急别着急 还有更牛 有人夸我有忘夫相 更玄幻了 我头一次听说 能从一个人的脸上 看到另一个人的命运 我专门去查了 忘夫相就是说 我以后啊 会因为我的一张脸 让我的男人事业顺利 一帆风顺 甚至 甚至能够激发一个男人奋斗的动力 发财的潜力 我说这可具体怎么激发呢 你该不会结婚 当天晚上东方花竹叶 我老公门一关开始盘我的脸 你可得保佑我 娶你屠杀 我原来不相信这个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个迷信嘛 实在没什么夸了 但你知道 人被夸得越来越多之后吧 咱就信了 我前两天相亲 我开始给人画饼 男生说你工作收入有房 我说都没有 有福气 我忘你 娶到我就是给你脸了 但你仔细想 话说回来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最想成为的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不是忘夫的 我的价值不想从别人身上体现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最想女性什么样 我觉得你想 漫威里面女英雄 好看对吧 有钱超能力 她叫什么 黑寡妇 客夫了呀 我感觉她们就缺少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妄夫女 对吧 钢铁侠当年有我就死不了 好 死不了 你想象一下她马上要走了吗 要死了 她要那个手套 要游泳就衣 要弹响指说 I am Ironman 我后倒后倒后倒 I am your wife Get married 钢铁侠说 With you Wife 我说不是外是wife 嘘 弹我的脸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 猛打好一点 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 来 各位 投票通道 鎖票 倒计时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大小圈有一位偷秀演员叫布京云 刚才在说的时候也说到自己在西安开了偷秀俱乐部 而山河就是她俱乐部的演员 欢迎带来西安喜欢偷秀 好 Seven请到台前了 Seven和山河两位的分数情况 是 我觉得我今天还挺松弛 演得挺好 其实是很简单 我拿这个花的时候 那个手就一直在抖 然后有一个好几个梗还漏了 没讲 应该不会差太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even 一百三 一百五十一 谢谢大家 恭喜山河进入到下一阶段 恭喜 恭喜 老板也高兴了 老板高兴了 富老板高兴了 超棒 山河 超棒 超棒 我特别特别喜欢山河老师的表演 他有一个特务特演员特别天生的一个气质 就是他站到舞台上给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很喜欢他 自然而然的让你带入到他的表演当中 来 三位聊两句 平时那个上海线下演出也能看见我 啊 应该应该有看过我的朋友的 我觉得还是啊 可能已经看腻了 然后那个争取多写写 然后再多看看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 哎呀 不用一步 不用一步 好 好 好 轻松 轻松 各位 大笑圈和好笑圈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一共进了14位 一招定先 每位加冕 接下来脱口秀的范达子 海天蚝油 邀请您观看本场晋级名单 首发现在是第三位 发哥 可以 四位 帅了 各位加油 现在一共有14位 提前进入到下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上半场 到这就结束了 同时再次恭喜 已经晋级的各位 比赛上未结束 精彩仍将继续 更多的演出信息 让我们下半场再见 感谢各位 加油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一场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 难得咱们又相聚了 我觉得跟做梦一样 至少你今天来是为啥 他也没拿过大王 哈哈哈 我觉得跟这个节目能成 但是为了来推了两部电影 还有一个综艺 拯救了中国电影行业 哈哈哈 中国电影 他哪让我手里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浩哥第一次晋级 嗯 浩哥你这好不好吃 好吃 我以前没吃过这个 这不用给钱吧 这种这种不用给钱 这种成功的甜蜜 哈哈哈 都可以拼的 都可以拼的 洪老师 你会占谁呢 哪个占荷兰哥 我占一个最强的 没有了 现在已经是哈哈嫂最强了 随意识识 我押韵的时候 都已经低头了 我天啊 我说这咱好歹一个rapper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那首歌叫收飞品还是啥 听点哈哈嫂来了 嗯 不敢 啊 过了 很棒 哎呦真好 以前我只听忽兰哥的说唱 现在又听哈哈吵的了 哈哈 中国说唱差点在我手里栽了 哈哈哈哈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感谢脱口秀的范搭子 海天蚝油 和他的朋友们独家 冠名播出 国民白酒 蒸顿春凉 陪你共度快乐时光 感谢快乐样造家 老村长酒 联合赞助播出 美味曲奇去多多 有豆就是好曲奇 感谢超超超好吃的 去多多曲奇 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由内到外都强大 感谢双硬核 强内护 让成长更带感的 皇家美素佳儿 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好状态的 卖动行业赞助播出 突围赛呢 现在尽头已经过半了 好 掌声欢迎 窦文汤 是鲁豫叫我来的 我这才是真正的鲁豫有悦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 职场快乐指南 你听听 你听听 他还聊上职场了 宣传几轮变成我们 深刻的指纹 你别唱了 比原唱差远了 哎呦 放心吧老爸 到时候 我肯定会加倍还给你 还到时候 那肯定是清兵烧纸的时候 连大爷赛道现在都挤不下了 我一个伟大爷 今天碰到一个真大爷 现在好了 现在我运动了 晒黑了他们叫我野猪了 真的我是ENFP 他们叫我快乐野猪的 太厉害了 这前几都是一百九十几 然后一百八十几 最高分 这是微笑区的分数 冠军 广志啊胡兰啊他们都说 哇幸亏选了大笑圈 不然的话 到微笑圈真的微笑不起来 皇家美苏佳儿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随时随地帮你靠拜 好状态的卖动行业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碗前皇错不了 感谢前皇赞助播出 8月20号起 每周二周三 19点 会员抢先看一周 每周五衍生节目 VIP会员19点更新 SVIP会员12点更新 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关注 还可免费抽SVIP年卡会员哦 上微博 进入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话题页 为你心中的暴耿点赞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腾讯视频 腾讯视频VIP 极光TV 腾讯视频SVIP 腾讯指引 腾讯新闻QQ浏览器 小世界 腾讯娱乐 感谢新浪新闻 北清网娱乐 鲜龙网娱乐 中青网娱乐 滴滴莉莉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